好 那我們來看十二章 你們就一邊 傳給大家玩一玩 好 社長講什麼呢 社長講平衡跟所謂的彈性 這個Eventicity就是所謂彈性 那Equilibrium就是所謂的平衡 好 那平衡跟彈性在講什麼呢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Equilibrium 什麼叫做平衡 Equilibrium 我們說物體 假設這個物體它會平衡的話 那它會有什麼樣的情況呢 什麼樣的情況叫做平衡呢 比如說我們有一本書放在桌上 或者是說有一個Puck在這個 汤姆小我講的氣墊桌對不對 有那個圓圓圓盤 Puck在上面 要不等速度移動的時候 或者是 譬如它本來就是這個電風扇對不對 電關掉它還是繼續再旋轉 那或者是腳踏車輪胎 你把它抬起來讓它再對旋轉 假設它沒有加減速 或加減角速度或加減線速度都沒有的話 或者是它完全放在這邊 速度沒力 那種就是所謂的平衡態 那所以呢 這些物體 這些物體呢 它主要在平衡態的時候 它要先打一些特徵的 Here characteristic 所謂的特徵 那第一個 它的線動 植芯的線動量必須是個常數 不管它跟運動 第二個 植芯的角速度 那也是個常數 那這兩個呢 就是說我們物體不受力 達到平衡狀態的一個特徵 好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平衡 但是我們這一章要講的 就是說 雖然說P的一個常數 0也是常數 對不對 所以P是個常數 可是它可能一直不會等速運動 或是等腳速度運動 但是我們這一章要講的是 特別的情況 就是 不但這樣是常數而已 這個常數等於0 也就是說物體就是 不動也不轉 至少相對於植芯它是不動的 它也是不會旋轉的 好 那這種平衡呢 叫做所謂的 static equilibrium 所謂的靜態平衡 好 那所以呢 剛剛前面的例子來說 不管是轉動輪胎 或是在空中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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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過嗎 小烏蘭 因為 應該你們董事的時候 這個風中式就被吹到 可以走多久了 被台風弄到 可以走多久了 以前小烏蘭的石頭 它就類似這樣子 它就比較遠一點 它就立在河邊 那去推它它會動 可是它就不會倒 那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顆石頭呢 它立在這個海邊 風吹它會動 可是呢 雖然會不會動 但是最後還是會回來 所以這種叫做所謂的什麼呢 Stable Static Equilibrium 穩定的靜態平衡 Equilibrium是平衡嘛 Static是靜態的 Stable是穩定 最重要是穩定靜態平衡 所以任何對它去推的微小問題 都會讓它回到原始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石頭雖然跟它是一個很小的接觸面 那一陣風去吹它的時候 雖然它開始會晃動 可是最後還是會回到很態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情況會讓一個物體達到穩定平衡 什麼樣的問題會穩定平衡 那我們可以看這張圖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骨牌 Domino是骨牌 達美樂對不對 達美樂是Domino對不對 達美樂的Logo怎麼畫 達美樂 達美樂 這個就是補牌阿 達美樂的Logo是補牌阿 我們先聽聽聽看 請問一下達美樂的主業是做什麼 Pizza Pizza 還是什麼 達美樂 達美樂最好吃的是什麼 百事可樂 百事可樂 OK 所以它的Logo 招牌就是這個骨牌阿 好 所以科本這裡頭 這就是骨牌 那骨牌怎麼樣才會達到穩定平衡呢 簡單來說 我們看這張圖告訴你 當你的直心 COM 直心 直心受到重力的影響 這條連線呢 不要超過什麼 不要超過你的穩定的這個面 如果你超過這個穩定的面 它就會開始怎麼樣 輕倒 如果你這個直心 直心在穩定的面之內 你只會晃來晃去而已 所以你要讓這個骨牌達到穩定 在放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的直心不可以超過 直心跟這個水 跟地面的這條線純線 不可以超過什麼 不可以超過你這個骨牌的底面 接觸的底面 這是穩定平衡的很重要的一個了解 有穩定平衡的重要的了解 好 那當然 所以呢 底面越小越不穩 像這個底面這麼大 那當然很穩 因為我要超出底面 我要轉很大的角度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裡面的一個條件 好 所以呢 一個東西如果要打到穩定的靜態平衡 第一個 我的上面所受到的核力必須為0 第二個 我上面所受到的核力矩 頭內的也必須要為0 那 如果有這些條件的話 這些 不管是立的像樣核 或者是立矩的像樣核 加起來都必須是0 加起來都必須是0 這樣才可以達到我們面前的一個要件 好 OK 所以呢 一般來說呢 假設我們看右邊矩的話 會在SY平面上看它 所以沿的S方向的靜合力為0 沿的Y方向的靜合力為0 沿的Y方向的靜合力為0 那以及沿的Z方向的Y方向 或者是自己方向 因為SY裡面的話 立矩、立幣跟立都會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我的立矩方向是立方向 所以我的TOW 就會等於立 所以把剛剛的設置化成真實的數學 寫起來就長得這樣子 立平衡的一個要件 好 OK 好 所以呢 這樣子呢 只是告訴你我合力跟合力去為0 這樣它會動喔 真正要它完全為0 還有一個條件是什麼 我的線動量必須為0 它才是真正會靜在那邊 靜在那邊不會動的 那這是靜態、穩定、平衡的條件 所以比剛剛講的穩定還多一個靜態 兩個字 好 那這是一個基礎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概念題 好 這概念題問什麼呢 我這下面有六張圖 ABCDEF 好 那這個呢 從上面看下去的 就是說 overhand view 就從上面看下去的 好 好 它說好這頭 它的力可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力 作用在這顆 這個棒子上面 好 那這些力呢 都是垂直這個棒子的 好 好 大家想要問說 那哪幾個ABCDEF 哪幾個有可能會達到穩定平衡 那呢 哪幾個有可能會就是穩定平衡 哪幾個有可能會有穩定平衡 有可能會有穩定平衡 A塊 body有穩定平衡 對不對 不行 不行嘛 對不對 E有可能 E有可能 F呢 有可能 所以是CF 有可能穩定平衡 静态穩定平衡 OK 所以我們要講穩定平衡的時候 我們就要講到 講到固體在地球上討論一個問題 那說在固體上的整個重力 你可以把它視為 所以它 這個問題上的每一個小表面 每一個小臺體受到重力的影響 那我們可以說 今天假設這個問題在這個重力場上 要達到穩定平衡的話 那我今天 可以是把重力視為怎麼樣 重力視為作用在 重心上面 Center of Guarity 我們一般會寫COG 那重心跟直心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講直心的時候 是說這裡有質量 這裡有質量 那這些質量相當於 它還有集中在某一個領上面 那重心呢 重心跟直心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假設有一個問題 它會受到重力 比如說這個叫G1 這個重力要G2 這個重力叫G3 假設有一個問題 假設有一個問題在不同 在一個不均勻的重力場下 那它的 直心跟重心 比如說這是COA 那我的重心 可能會跑到這邊去 有COG 兩者在 不均勻的重力場下 不均勻的重力場下 如果有一個不均勻的重力場 如果有一個不均勻的重力場 COG 就是我的 什麼呢 我的重心的位置 就會等於COG 如果你是均勻的話呢 均勻的話 均勻的話 我的COG 就會等於COM 那因為我們在地球上 基本上 假設地球的重力場是均勻的 所以我的重心位置 會跟直心位置 會重合 會重合 好 好 那你怎麼去算重心位置呢 怎麼處理重心位置呢 那我們就要去想說 我今天重心怎麼去做計算 好 那怎麼去算這個重心呢 來 重心的意義相當於什麼 今天 我的私力 感受這個物體 這個地方是我的重心COG 那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就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我所施的重力G 每一個都是G 每一個G 你每一點所受到的重力 或者說 你這整個所受到的重力 它會怎麼樣 它會相當於 我的 重心位置 重心位置相當於什麼 像我原點在這邊 這叫XCOG 好 應該化成水平這樣 X方向的 X方向的這個 重心位置 來這邊 好 那這裡到這裡 叫XCOG 好 XCOG 好 好 我的整個重心的計算 像那種COG 呈上每一點所受到的重力和 這個 是我們的重心 好 那或者是說 你可以把它 把這個東西拆變成 每一個分量 所以你會覺得 Sigma XI 假設你有沒有公平的話 你可以這樣去寫它 那 每一個 假設G不一樣的話 可以人區 人區 人區 OK 好 那所以呢 重心的式子 可以這麼寫 那我們怎麼去解出 這個XCOG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解出 XCOG在哪裡 好 好 細節再下次再講 先上到這邊 好 先上到這邊 下課